嗨,大家好,你知道陈数句包括什么吗? 陈数句包括肯定句和否定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陈数句的肯定形式 I am a teacher,我是一名老师 就是用来描述这件事情,这个存在的状态 我是一名老师 陈数句的否定形式,然后基本的形式有三种 第一种有必动词,我们在必动词后面加not He is a student,他是一名学生 那么这时候变成不是,我们就要在必动词 这里有is,后面加上not He is not a student 有形态动词,在形态动词后面加not She can swim,OK,she can 这里有can,形态动词,我们直接加not She cannot swim 那么没有形态动词和b动词的时候 有十一动词的时候,我们要借助于助动词 do the state she likes sing,这时候这就是一个十一动词 他喜欢唱歌,他不喜欢唱歌 不喜欢唱歌,我们到底用do the state 看人称,第三人称,用does 用上does之后,我们要加上not OK,缩写doesn't 这里一定要注意,我们后面的动词 一定要回原形 助动词是个招摇镜,后面动词 你学会了吗?